袁黎明05年參選港姐時 大家最記得的一定是她吃老膽講話 這些這麼辣的女生無線當然不太拜 事關袁黎明公開批評公司節目 和一班好聽話的親生子女一比 當然最不得人心 當年袁黎明在自己專欄 只做港姐思儀的崔健邦問題膚淺 串公司節目不夠深度 當然拿著當年高層陳志雲 之後她正在主持的節目 立刻被人抽起 連帶其他節目都沒得做 很多藝人都會以和為貴 說聲不好意思或者休息一陣 再出來當沒事發生 袁黎明就非一般人 她先向管藝人部的頭要求解釋 藝園部一直不肯回應 之後有交個球給製作部去解答 最後當然都是沒有人給到答案 她於是和TVB提出解約 還在網上平台 搞了個去到全世界的 全球反TVB大聯盟 不管有沒有人參加 都是自在用來出氣 事隔多年 今時今日成功了的袁黎明 曾經說過要多謝TVB 如果當日不是發生這樣的事 便會令她決心離開 既然有機會發揮智慧 做到上市公司主席